欢迎观众朋友回到 红星周报的节目当中 我是任为珍 很开心我邀请到了 我的同业的资深朋友 就是世界日报的资深媒体人 王庆伟 王大哥来我们当中 他喜欢我叫他王小弟 这样他可以更谦虚一点 学到很多 虽然他一直在旁边偷笑 OK 王大哥其实今天 跟我们讲了 在前半段谈了林书豪 也讲到了马英九 其实马英九来到我们关区 非常多次了 我知道他的故事非常多 跟湾区人的互动也很多 我也知道你拍了一些 除了刚才的经典画面 基本是台湾的人也看到 全北美的也看得到 我想现在网络很发达 全球的人应该都看得到 还有一些画面 其实我相信大家也很想知道 有一些我们在报上看不到的会有吧 对 好 我们下来有几张比较 也是关于马英九的照片 我们下面来看这张马英九的照片 是马英九在2009年6月份来的时候 头一天到达机场之后 他就临时就沿着那些欢迎的人群 就挥手然后招手 当然拍照的记者也很多 正好我站着角度拍到马英九挥手 这张照片 其实这张照片的焦点 其实是应该在我们的酷酷嫂 周美清 因为大家都在想说 他会穿什么样的衣服 是不是名牌 还是怎么样的衣服 结果都看起来好像都是菜市场的衣服 这张照片也及时发出去 然后发到全美国 然后发到台湾回去 所以标题是 酷酷少穿菜市场可以服务 评价业的服装 当然马英九在湾区 我们也拍了很多照片 这个是马英九临行之前 挥手跟大家打招呼 可是下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实际上在 我们需要声明一下 这张照片实际上在联合报 在世界日报上面没有登出来 这张照片是今天独家给 在空心卫视的 这张照片有什么特别地方呢 我们看里面有两个人 挥手是马英九 可是坐在里面有一个人 手插在胸前 靠在椅背上 然后如果说导播能够把它放大的话 可以看到 酷酷手两个眼睛是斜眼看马英九 这张照片里面透露出来很多玄机 比如说 想象空间很多 想象空间非常的大 那这个是我们就知道这个 我们马英九是不是七管炎 还是七管炎 所以酷酷嫂其实 他这个名字 我真的觉得蛮贴切于他个人的一个形象 在这张照片里面更贴切 是很酷 好那可是酷酷嫂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 这是去年他来湾区到矽谷中文学校 还有Fremont中文学校 Fremont中文学校 对然后受到学生的欢迎 大家都觉得他亲和力很强 抢着过来跟他握手 那这张照片呢 当时拍的也用上世界日报 那接下来这张照片呢 是酷酷手喜欢对这个小学生 然后坐下来 然后跟他们谈一些历史的故事 那这张照片呢 有一个很简短的故事 就是当酷酷手带领孩子在指点黑板上的这个字 然后问他说 当他问他小朋友说这个字 他指的是一个鹅 OK鹅 鹅 就问说小朋友 你们大家认不认识这个字啊 就下面有个小朋友说 是我鸟 哇就引爆着这个全场大笑 他也是对的呀 他也是对没有错啊 鹅是我鸟所组成的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几张 也都是马云九之前呢 在胡佛这边 有过一些演讲 这些照片 那我觉得不管马云九呢 我们再来看这张照片就是 不管马云九到哪里呢 他都是目光的焦点 然后那天正好 我就站在马云九的后面 拍了这张照片 然后呢 重心拱落 就是许多摄影机围着他 麦克风对着他 那正好的闪光灯打在他身上 那这张照片也是马上传到 全北美的世界日报 嗯哼 再下来一张 这张照片呢 就是高坤诺贝尔奖得主 这张他写得很瘦 这张对 这张照片可能要特别讲一下 就是这张照片可应该是 第一张传回台湾 传给大家知道 诺贝尔奖得主 在他家去拍照的 其实那天拍照 已经是超过了截稿时间 然后冲进去拿着相机 拍了 然后马上就冲出来 然后发回去 就这张照片呢 不但台湾的联合报有用到 台湾的苹果日报 甚至出了台币6000块钱 买下这张版权 再另外再播出来 是因为他得了诺贝尔奖 对 我想这个是一个 非常特别的一个镜头 然后当时有他的照片还不太多 是 所以这张照片 就是大家就特别受到欢迎 那我觉得高坤本人 他虽然那时候 那天去拍照的时候 他本人已经有点 在言语上表达上 阿茨海默的病症 可是呢 他是 我觉得他是一个 长期受到英国绅士教育的 他还会很微笑的对待你 那我觉得是非常非常 这个印象深刻 对 即便他已经得了阿茨海默症 可是他在情势里 他的表达还是一样 让人觉得非常的有学者风范 对不对 没错 还是一个Gentleman 我知道您还带了一些 对 相关的照片 对 我想我觉得 阿茨海海默 我觉得我们大家为这个高坤 觉得为他高兴 是因为他旁边有一个 非常照顾他的太太黄美云 那我们就觉得很高兴 那黄美云就是不但照顾他 而且是在场合出路的时候 还会帮他安排 就很仔细的照顾他 那我们大家都觉得很高兴 是 是 除了这张照片之外 我相信有蛮多的 弯曲的朋友的照片 在这个时候我们 这是来到我们弯曲的名人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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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阿诺 对 我想下一张照片就是阿诺 我觉得可能我们有很多记者 也许你也有在这些场合碰过他 是 阿诺呢 永远有一种那种明星的那种 电影明星 对 然后所有人看到他 他就已经震撼住了 他讲话举手投足 其实都还是有那种 在看电影的时候的那种 Tempo啦 或者是说会吸引人的那种动作 对 所以有人说他把这个州长的角色 演得很好 那我就说他就把他 所以你在拍他的时候 你也发现就是 他任何角度拍到他的都很像在 电影里面看到他的感觉吗 对 那后面下面一张就是 也是他也是到Google去演讲 然后呢我们也拍到他 那我觉得就是他有他的一些明星的架势 那我觉得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那下一张呢 当然我们也会谈到这个美国前总统柯林顿 柯林顿在去年有一个这个科技的大会上演讲的时候呢 他有他的这个风范 那我觉得他也有他个人的魅力 去谈一些世界大事 也是蛮吸引人的 好 再下一张是高尔 那高尔这个是在前两三年的时候 他来弯曲 第一次来弯曲的时候 谈这个能源问题 这个要讲一个永续经营的地球 就非常相当多 相当多的人去听 那我觉得高尔他有他的这个魅力 就是说他能够找到他自己的一个舞台 他虽然选中的选不成 可是他得了一个诺贝尔奖得主 那我觉得能够有这个机会 把他的这个照片留下来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意思 相当难得的 相当难得的事情 我们稍微要休息一下 好的 没问题 因为太精彩了 我相信观众朋友跟我一样 都觉得今天的节目非常的丰富 当然在王庆伟的笔下镜头下呢 真的有非常多让你无法想象的世界 人家说其实媒体人是相当吸引的工作 的确我也要这样承认 那有多吸引呢 到底还有一些什么故事你想知道呢 请你锁定TVHS1.9 红星卫视的红星周报 待会见